第27题,甲乙两种不同的气体产生反应,如图,黑圈圈与白圈圈表示不同的原子,有关此反应的叙述下列合者正确,选项A,甲是元素,乙是化物,这个是错的,甲只有一种原子黑圈圈,乙只有一种原子白圈圈,只有一种原子的称为元素,所以甲乙都是元素,选项A的叙述错的,选项B,丙和丁都是生成物是错的, 我们看到我们的丁是两个白圈圈构成的物质,跟我们的乙是一样的,所以显然,丁是我们的反应物过剩所剩下来的,并不是生成物,选项B是错的,选项C,乙和丁属不同的物质,这个也是错的,刚才已经讲到了,乙跟丁的组成一样,构为他们原子的种类,数目,排列方式都相同,所以他们是相同的物质,不是不同的物质, 所以选项C是错的,选项猪,此反应属于化学变化是对的,化学变化就是会产生新物质的变化,会有新分子的变化,我们的甲是两个黑圈圈,乙呢,是双白圈圈接在一起,产生了一个丁是一黑一白所组成的物质,有新分子生成,所以它是化学变化,因此27题问我们说, 有关此反应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猪,此反应属于化学变化。